欢迎来到鲨鱼工作室的公共频道 由于本周时间安排问题 技术分析的视频将停止更新一周 周五假期公布的三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 劳动力市场仍然稳健 但招聘活动逐渐降温 已显示出需求缓解的迹象 随着更多工人寻找工作 招聘增长放缓 工资增长也开始放缓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表示 上个月雇主增加了23.6万名员工 越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23.8万人 虽然这也是强劲的增长 但这已是两年多来的最小增幅 失业率降至3.5% 数据显示三月份 随着更多的美国人进入劳动力市场 帮助缓解了工资上涨的压力 上个月平均时薪较上年同期增长 4.2% 为2021年年中 通胀飙升以来的最小年度增幅 三月份的就业报告 标志着就业连续第27个月稳步增长 虽然创造就业机会的步伐 已经放缓 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三年后 劳动力市场的实力 继续让专家们感到困惑 虽然美国经济表面 看起来困难重重 比如上个月的银行危机 导致三家机构倒闭 并威胁到更广泛的金融不稳定 更高的利率已经冷却了 房地产市场和部分金融业 大规模科技行业裁员 在三个月内 一些大公司裁员于16万人 以及持续的通胀 使食品杂货和租金变得更加昂贵 但是美国人有工作 他们有工资 这使得美国人保持了消费者支出的健康 并保持了其他经济部门的运行 美国工人和他们的消费能力 推动美国经济 克服了难以置信的障碍 三月份的就业数据显示 一些行业正在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增长 而一些行业已经放缓 三月份最大的就业增长 是在休闲和酒店 医疗保健和政府 这些行业在大流行复苏经济中 蓬勃发展 因为消费者已经将支出 从商品转向服务和体验 三月份 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 7万2000个工作岗位 其中大部分增长来自食品服务和酒吧 该行业的就业仍然比大流行前的水平低约 36.8万个工作岗位 政府增加了4.7万个工作岗位 医疗保健增加了34000个工作岗位 其中家庭保健服务和医院增长最快 专业和商业服务新增3.9万个就业岗位 其中专业科技服务岗位增幅最大 包括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零售业在内的其他主要行业的就业有所下降 这些行业受到利率上升的更大压力 这份报告也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些好消息 那就是工资增长继续放缓 接近美联储希望的水平 数据显示 上个月时薪温和增长0.3% 从2月份的4.6%降至近两年低点4.2% 此外 工作或寻找工作的人的比例上升到62.6% 这是自2020年2月 即疫情爆发前的最后一个月以来的最高劳动力参与率 所以对美联储来说 最新的就业报告可以说是喜无参半 那些希望从报告中得到美联储下一步行动的明确答案的人 可能会失望 如果该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在显着疲软 预计央行将在5月的会议上暂停加息 另一方面 如果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强劲 这将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加息 以继续放缓劳动力市场 但是 美国在今年前三个月增加了100多万个新工作岗位 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像美联储希望的那样冷却 这些好坏参半的信号意味着 美联储很有可能最终在5月份再次加息 因为数据似乎没有理由让美联储暂停加息 这增加了加息过度的可能性 并可能导致经济陷入衰退 该报告表明 对美联储来说 做出利率决定是多么困难 3月份的就业报告增加了美联储犯重大错误的风险 下个月央行官员将面临艰难的选择 避免再次加息的一个希望是 定于本月发布的3月份通胀报告将显示 物价继续全面下跌 希望美国劳动力市场疲软的新证据会 鼓励美联储在一系列快速加息后喘口气 工资增长放缓 也可能让官员们考虑之后会暂停加息 美联储官员已暗示 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 他们将密切关注包括银行贷款条件 在内的其他经济活动指标 这包括周三将公布的3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 和周四将公布的关于批发通胀的报告 3月份就业报告公布后 美联储首选的债券市场信号已跌至新低 支持了内信认为美联储将很快需要降息 以重振经济活动的人的观点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曾提到过 美联储的研究认为 将18个月后美国国债的远期利率 与三个月后美国国债的当前收益率 进行比较的近期远期利差 是债券市场最可靠的经济即将收缩的信号 这一例差自去年11月以来 一直处于复制区间 上周跌至新低 周四接近170个基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去年表示 18个月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 是即将到来的衰退的最可靠预警 所以又被称为鲍威尔曲线 根据Refinite的数据显示 这条曲线至少是自2007年以来最倒转的 考虑到最近经济指标 货币供应的下降和曲线倒转的情况 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认为继续加息可能是政策错误 圣路易斯联储主席詹姆斯 布拉德周四表示 在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的情况下 美联储应该坚持加息 以降低通胀 布拉德的理由是通胀将是粘性的 很难将通胀恢复到2%的目标 因此将不得不继续施加压力 确保通胀回落 他已经上调了对美联储基准利率 至5.5%至5.75%区间的估计 布拉德表示 由于近期银行压力造成的衰退风险很小 对信贷紧缩的担忧可能被夸大了 美联储不应回避进一步加息 以对抗通胀 他说 银行压力将继续缓解的可能性为85% 并表示 条件不足以将美国拖入衰退 特别是在最近向银行提供的贷款 被证明是有效的情况下 然而 货币市场似乎并不买账 投资者大多压注 美联储将在12月前将利率 从目前的4.75%至5%区间下调约70个基点 目前 CME的数据显示 在美联储将于5月2至3日举行的会议上 加息或保持利率稳定的问题上 投资者的看法各不相同 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 由于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继续维持股市 在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可能会保持区间波动的看法 好了 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 更多更详细的市场分析 以及投资策略 请关注我们会员视频的更新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